好 再来好久不见了 小碧 好 今天呢 带来一个新消息 新宇航空说昨天开了一个 股东临时会 结果董事长张国伟出席主持 结果呢 居然赌媒体 为什么呢 到底媒体想要问他什么问题 他不想回答吗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碧 碧倩涵 的确大家如果有长期在关注张国伟的话 会知道他其实是一个 蛮勇于面对媒体的 而且几乎对于媒体的提问 都是有问必答 但是在昨天可以看到 这些拿着摄影机的 还有追着小跑步的 都是媒体记者 可以看到呢 他坐车离开之后 就快闪的离开现场 这个部分是让当下的媒体 有点愣住 因为呢 完全问不到他任何一项问题 所以既长荣集团 大家都知道 他们最近依旧在吵的 就是兄弟的经营权之争嘛 张国伟之前只要出席公开的活动 都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想必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在新宇航空29号召开的 股东临时会上 他有出席 有现身 有跟现场的股东交代 可是对于媒体大阵仗 守候要访问张国伟的时候 他自己却是走密道的 按理说啊 这个新宇预计是在9月底的时候 新贵挂牌 如果呢 是要对外宣称一些事情的话 应该是张国伟会很乐于面对媒体的 为新宇造势 但是他非常罕见是走密道快闪进出 甚至追到他的时候 仍然没有受访 就赶快开车离开了 那现场聂国伟他的公关长就有缓甲说 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 张国伟是难以回答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里面有什么难以回答的话呢 先来回顾一下在昨天的现场 29号股东临时会 董事长张国伟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现在 正在一个增资的阶段 9月底要新贵挂牌 那现场的话 股东出席率高达95% 其实这一场会改选董监事的话 大概是30分钟以内就结束了 刚刚有点到张国伟很罕见的走密道快闪 感觉是在躲媒体了 那聂国也说啊 其实此刻有很多的问题 不管是官司 还是说会不会回长荣 等等的一些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呢 其实不便来回答的 那他也替张国伟说了 他说张国伟不想回到长荣集团 现在只想赶快把新宇航空做好 虽然我们知道 立荣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 他个人是大股东嘛 就算哥哥们推他出来当董事长 他日前受访的时候也说 只是代管立荣航空 而现阶段呢 立荣航空当然提供国内的运能 有高达40% 长期的营运模式 立荣跟长荣航空 其实交叉持股的关系 再加上长年以来的一个经营模式 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也就是说虽然张国伟他现在是代管立荣的 但如果你说要把立荣抓到新宇的旗下 或者是由新宇集团来去做经营的话 其实是相当困难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错终复杂的关系 那现在聂国伟他就认为 航立荣应该还是要持续跟长荣航空来合作的 不要说新宇接下来贸然的去做一些切割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那这样对大家对于乘客来说 都是不好的合作才能互利 只是在昨天的股东临时会上面 都是为了9月底的IPO计划 现在要开始筹钱了 必须要做足准备 还有强化公司治理等等 所以在昨天有正式改选了董监事 从原本的四董三间改为七董 只是里面可以见到的 包含像是张国伟本人 当然有在里面 可是有出资的有出钱的 包含像是张国伟的二哥 还有他的姐夫郑申池 其实都有出钱 然后有持股 新宇航空 但是为什么不在董监事的名单里面呢 其实根据了解 新宇是大举的增资 那二哥张国明投资了3亿元 姐夫郑申池也很给力 拿出了将近1亿 参与新宇的增资 但是聂国伟就解释说 两个人的持股只占了2%以下 所以他们两个即便有拿出钱 即便有持股 也不会介入经营跟董事会的 那另外弟弟派还有另外一位 大家知道是三哥张国正 他并没有投资 那就更别说大哥张国华 也没有拿出钱来投资了 聂国伟就说希望可以引进更多的投信 投雇公司来加入阵营 任何人要参与新宇的增资 他都非常欢迎的 有任何良善的建议 新宇也都会愿意听从配合办理 只是在9月底 这个部分他要先上新柜 是不是对新宇航空来讲 会是一个营运的转机呢 再加上下半年到明年会有一个后疫情的出油潮 因为我们知道新宇其实出师不利 他遇上了疫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公布的上半年营收 大概只有6.32亿 如果以累积亏损的话是高达了81亿 其实呢 民航局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提醒 新宇必须要来增资了 那预计在这次的IPO里面会募集到33亿台币 新宇对于接下来的展望也说得很清楚 他们是目标5年后开始稳定的获利 包含像是后疫情的复苏商机 还有会开一些新的航线 包含像是东北亚东南亚等等 再加上新宇在今年总共有13架的新机 总共现在的机队有19架 希望能够在明年迎来航空业的回春旺季 以上是这节的财经资讯提供给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保气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